Hello大家好,本期的一个课令分享 食物视频呢,将要拍摄的就是镜头前的这一款 名为大自然中的野猫立体机关绘本 那这一款绘本呢,同时也是一个Vintage款的古早款的绘本 那翻开绘本的那页,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发行年份是1993年 所以呢,它也是一个古早款的立体机关绘本了 那它除了是立体机关绘本呢,它也是一款动物类的科普绘本 它呢,主要科普的是野外的那些猫科动物 那当我们翻开绘本的这一页,会看见这么大的一只巨虎通面而来 接着呢,是它现实中的一些照片 以及它的一些精美的插画 这一组插画呢,向我们展现的是这一只老虎日常捕猎的一个场景 那绘本的右手边呢,这一块是一个翻翻的页面 把页面合拢之后呢,可以看到关于老虎的一些文本介绍 那翻开绘本的这一页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幅立体场景 展现在我们面前 那这一幅立体场景的主角呢,就是这一款猫猫 左上角有它现实中的照片 右上角呢,是画师为它绘制的那些捕猎鸟情的一幅生动的插图 以及它现实中的照片 那合拢这一个翻翻页面呢,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科普的介绍 翻开绘本的下一页呢,会弹跳出这么的一幅巨型的立体场景 这幅立体场景中的主角呢,就是这样的两只豹子 这只豹子呢,已经把它的一个猎物呢,雕到了树竿之上 然后呢,这一款绘本呢,有豹子的一个现实中的照片 以及它在野外生存的一个环境 豹子呢,会出没在山林间 会出现在那个丛林中 也会出现在沙漠地区 右上角呢,可以看到这只豹子呢,是躺在树竿上睡觉的 因为呢,它也是一个猫科类的动物,像极了这幅沙土中的这只豹子 那因为这一款绘本呢,是一个关于猫科类动物的科普绘本 所以呢,这里边所有的动物呢,都是猫科类的 那关于它们的一个详尽的介绍呢,都是在它的绘本的右手边 关于绘本的下一页呢,比较有趣 在翻阅绘本的同时呢,会有这样的一只猎豹窜了出来 这页面呢,像我们展示的就是这样的一款猎豹了 这边弹跳出来的一个立体的场景呢,是猎豹的 日常会捕猎的那种山林羊 那左手边呢,是那些 经常被猎豹作为那些捕猎对象的一些小动物们 有野猪,有斑马,有林羊,以及牛林 从下角的这一幅小插画呢,像我们展示的是 在中世纪,王子和国王呢,饲养着这样的一种猎豹来猎鹿 猎豹呢,会被蒙上眼睛,以保持温讯 这眼睛的猎豹呢,会被直接带往那些狩猎场 在狩猎场上呢,猎豹会被取下眼罩 然后呢,被释放着去追逐那些它的猎物们 关于这款绘本,右手边呢,同样是可以展开的 展开之后呢,上方是关于猎豹的插画 下方呢,是关于猎豹的一个现实中的照片 那绘本的下页呢,是关于狮子的一个立体机关页面 可以看到这么大的一只狮子呢,弹跳了出来 那狮子这边呢,是有一个机关可以拉动的 左右拉动,狮子的头部和它的一个手肘呢 会发生一个动态的变化 那后面呢,是狮子的狮群的一些插画 右手边呢,是关于狮子的一些小故事 以及狮子在那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真实的照片 狮子的这个页面呢,它会有一处折痕在这边比较可惜 应该是原藏家在之前合拢绘本的时候呢 不小心造成的吧 所以关于这个页面呢,合拢绘本的时候呢 要罗外的小心一点 那翻到绘本的下一页呢,也是这一款绘本最后的一个页面 那在这一个页面中呢,我们的主角呢 就是这样的一头美洲狮 美洲狮在哪里呢,它的插画在这边 它的一些现实中的照片呢,是在这边 关于美洲狮的小故事呢,在绘本的右下角 然后呢,它还有最后一个拉动的机关 拉动机关之后呢,可以看到美洲狮 铺了出来要围捕这一只小鹿的场景了 好啦,那本期的一个客人分享书视频呢 就是这样,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哦